哈囉大家好我是PFY 好久不見啦各位 來我們今天呢 對在這個時間點 還要再來一支影片 就是咱們的 我把這個換一下好了 就是咱們的打今天的活動對不對 那個活動的怪物有些血量除了鬼火跟吸血蝙蝠以外 那些血量對我們這些無課小課的人 那個傷害沒有過三萬四萬五萬的人 很像有那麼一點硬啊 對那要怎麼打會比較快呢 這時候昨天有位觀眾點心了我 那不就是用50等的套裝來打就好了嗎 其實在這之前我一直都覺得40等的套裝就已經夠強了 對可以看到40等的套裝如果是1的話 是30%以下的血量傷害提升10 如果是50%的話傷害提升20 但是今天如果念頭一轉的話 如果今天怪物的血量非常非常的高的話 50等的裝的被動不是應該更誇張才對嗎 來我們光緣故恐懼一等就好了 一等就好了 對 它每10秒後會有4秒的 每半徑4的然後持續4秒 這大概就是一個箭語的範圍 它範圍其實沒有很明顯的表示出來 然後不過這是對mini跟MVP跟BOSS無效 如果真的要打BOSS的話應該還是要換回40等的才行 因為畢竟傷害增加20%其實還是蠻過分的 好但是我現在武器先過去了 我們就先這樣子來看一下吧 然後在緣故恐懼一的情況下呢 每秒損失傷害會有3% 而且是當前最大血量 我怎麼突然覺得我在玩RD了 對每秒損失3%然後呢是持續4秒鐘 所以這4秒鐘它會扣掉12%的血量 而且如果它等於在上升的話會變成4% 等到滿的話會是5% 所以會變成這相差就是8%的當前血量喔 這是12%這個是20% 喔這個血量就很誇張了 不過沒關係我們就來12%就夠了 來看一下這個有沒有辦法給它疊加上去 好來吧這邊我把我的分身也帶過來 那分身它也是給大家看一下 好的它的裝備也是用50等的只有1的 LV1的 那我先看一下我們自己打的狀況喔 我先把我這隻分身先開到旁邊去 好來我們先看自己打的狀況 那個傷害會有點誇張 來我們直接砰一下 傷害已經不管了 我的數字已經不是重點了 重點是觸發之後的10秒鐘 那可以看到如果是組隊的話 它的顯示方式會有點不一樣 這是總傷害 這是秒傷 這是你傷害的百分比 因為我現在分身沒有傷害嘛對不對 好現在10秒鐘還沒到 我們重新計算一下 給它重新一下 給它跳一下 啊我應該離太遠了 因為它是以自身範圍的一個鑑魚的範圍 那我們走近一點的話呢 來給它走一下吧 我們現在的秒傷還是差不多啦 就正常的標準範圍 呃這樣有點太高 對這樣有點太高 應該是 有了有沒有看到 因為它是正常的標準範圍 直接讀 讀當前血量的3% 剛剛跳了多少 我現在秒傷多少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一百三十萬啊 一百六十萬啊 而且我一次打兩 如果在中間不就一次打到三隻了嗎 感受一下喔 這樣會不會一次三隻都打到 欸有啊一次三隻都打到 這個血量可以把稻草人的血量給往下扣 這有一點點的誇張啦 那我們就再先暫停一下 我們現在先換成分身 我們先換成分身然後這邊重新刷一下 不然這畫面太浮誇了 這畫面太浮誇了 來我們用分身的話 來我們也打一下好了 我們也打中間這隻 好給他看一下 有了也已經觸發了 直接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六百萬 好這個真的是快樂表 快樂表 因為他血量 木裝人的血量應該是無上限的吧 不然就是無敵的吧 好這個就不是很重點 好重點是呢 我有沒有辦法疊加 因為如果看喔 如果他可以疊加的話 那我不就可以直接秒殺了嗎 如果我今天五個人都穿的話 都穿到五件套 呃八件套的話 阿不就每十秒鐘可以虐完一批 如果今天除了法師以外的話 這應該是最快的啦 不然就是大課 不然的話應該就是 我們這小課可能就是這樣最快 十秒鐘 十四秒可以虐完一批 對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能不能疊在一起吧 好我們也從也開始打 一起打一起打一起打 他活生生被打死了 這把他給打死了 木裝人死了 來我們重新看一下 看這個血量有沒有辦法給他疊加上去 呃 但是這個 我應該走太近 我應該走近一點 我應該走近一點 我們打同一隻好了 打同一隻打同一隻 這樣比較不會亂掉 來我們重新算一下 對看他有沒有辦法給他疊上去 然後又死掉一隻 其實傷害不是重點啦 然後這個時候變成我的 有時候我有時候他 然後光看數字的話很像看不太出來 好可是這個血量 好我們到20秒就好 這樣測下來是各200多萬 打起來應該是500多萬 打起來多少 等一下等一下不行不行 等一下好複雜喔 好複雜喔重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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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重新計算一下 好現在是有的 這樣打的是2400多萬啊 只要有觸發到的話 好先停一下先停一下 好剛剛是2400多萬有觸發到一次 跳一次是300萬滴 先不管後面那個怎麼樣 所以300萬滴每一隻跳一次的話是1200萬 所以兩隻是2400萬沒錯 所以分身的話應該也是這樣 那我們全部重新一下 看這樣有沒有辦法兩隻都打到2400萬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就是他只能吃一層 他只能吃一個人不能吃到兩個人 來我分身也過去 來我本帳也過去 這樣要一起按有點累 我按普攻就好了 用空白鍵就好了 3 2 走 好 那我本帳再走近一點 好 這個時候兩邊都跳了 不行再一次喔 好來我們重新用一下 直接用普攻就可以了 1 2 3 走 好有觸發了 然後他現在觸發是600萬 可是我本尊是沒有觸發的 所以說他一次只能疊一層而已啦 很明顯我的本帳跟的位置是一樣的 然後現在也不知道基於什麼原因啊 所以現在還是被我的分身給吃到 我的本尊確實是吃不到的 對 我的本尊是完全沒有觸發的 剛剛應該是有時候他觸發 有時候我觸發 所以說如果這樣子玩法的話 其實只要有一個人有就好了 這樣傷害就會到最大 不然的話就是 大家都要在不同的位置 然後用5層 然後都沒有怪物的話 或許傷害還可以一起起來就對了 對這樣的話變成 每50秒可以打完5坨嘛 因為變成 像我10秒鐘打20% 所以50秒就是打100%囉 對等於是我如果5個人派出去的話 大概只能這樣子 一分鐘可以打完一坨小兵啊 對而且你牽越多怪物來的話 傷害就越痛 這算是打活動好用啊 至於說練功好不好用呢 那就見仁見智啊 那打王一定是不好用 因為他已經針對對王啊 對miniBoss來 根本就是沒效果了 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我們就晚上8點見 看這個組合這個玩法 到底有沒有用處 對到底會不會比平常打的還要來得多 像我現在打邪惡使者 我打的骷髏徽章 其實自己打的話蠻少的 我昨天還沒有用這一套 如果這次用這一套上去的話 或許會更高啦 對或許會更高 OK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有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加小鈴鐺 那Discord已經開放囉 連結就在影片下方 如果想要加入可以跟我一起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就歡迎進來吧 對雖然我很少出現就是了 蔡花鈴鐺 對雖然很方便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